团团被关进寿楼里推上货车 再到医院麻醉后安排做MRI检查 刚庆祝完18岁生日的团团 年龄大概是人类的五六十岁 8月23号被发现食欲不佳 工作团队掉监视器发现 当天早上7点左右有绕圈脚步不稳 疑似癫症状 接着也发现嘴边有白色泡沫 因此安排她9月18号到台大受医院做精密检查 在左侧的大脑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整夜 还有就是涅液的后夜 有一个局部比较大范围的异化坏子 还有就是她周围有一些水肿的现象 团团的左右大脑都有病变 研判是癫症的主因 医疗团队也抽取她的脑脊随意化验 和一些生理检查 目前病因仍待确认 发炎啊 感染啊 肿瘤啊 血管性的这些成因其实都有可能 那未来我们就是要等 就是这些议题的检验结果 去进行医医的排除 预计还要一到两周后 病况比较明朗 动物园也表示 猫熊是比较稀有的动物 目前只有大陆四川基地 有猫熊癫症记录 虽然不是特例 但评估病因有一定难度 病况严重也可能致死 消息一出不少猫熊迷好心疼 我很难受 我当场都飙累了 每周一到五早上九点都会到猫熊馆报到的资深粉丝林女士就分享 她在动物园发现团团异状的同一天 拍到团团嘴边有异常白色泡沫的照片 这一次拍到的像鼻涕很黏 就跟以前不太一样 但是我还是往好的方面想 没有去想到其他的问题 其实当天都还有吃 下午还有推兵 看起来都很正常 9月1号之后就 就以原载代班为主 动物园透露 团团的胃口已经恢复以往八九成 会是情况安排团团在展间活动 TVBS新闻黄俊维 王金棠 张宇歇 清晓组台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